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才刚上第一里路的平反之路 这条路显然会很艰辛 但是我看了郑幸泽这个案子 让我深深感受到 冤错案会传染 冤错案会被复制 这两个案子是惊人的相识 这个案子的检察官 一审 二审 三审的这些法官们 他们的怀疑太少 法院判他死罪 老实讲 只有一个行求的自白 再加上一个荒谬的鉴定 我确信 郑幸泽既可能被冤枉 他是无辜的 因此 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阻碍 郑幸泽救援的路 在苏建河案的启示跟孤雾底下 这条路 我们一定会坚持走到底 真相为民重启调查 给郑幸泽一个重新审判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